大家好,今天來到第一天的JF Discuss 我們今天第一天做的就是想做DISCUSSION 關於你吃什麼食物是最有用的 大家記得這個環節是分享我們的經驗和看法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專業的教練 我們不是一個專業的營養師或者治療師 總之我們所說的都是我們所認識的經驗 而至於健身方面我們才是比較專業的 所以大家如果聽了、看了、覺得適合 大家才去apply到自己身上 如果覺得不可以的就不要勉強去試 最主要的JF Discuss就是想跟大家share我們的所有東西 因為我自己的動作比較太悶 所以我和我的… 我是Natasha 對,所以就一起講 可能會不會這麼悶 希望我們遲些再有更多的人一起做DISCUSSION 兩條人都做DISCUSSION 對,那有什麼食物可以幫助我們Viu Muscle 好,首先我們第一樣就是蛋 蛋 但不是很多蛋糊醇 大家都會知道蛋糊醇這件事 通常大部分都有蛋網 所以如果一隻蛋大有6g的脂肪 如果你是撇除了蛋的話 它還有3-4g的脂肪在蛋白 3-4g的脂肪 我們一天要吸收多少? 如果你是正常人士 即是正常健身人士 健身的話 你可以將自己的體重 即是用公斤去計算 大約1.2-1.8 如果比較濃度的乘2 都可以的 但只吃蛋很寡 有沒有其他食物可以吃? 好,只吃蛋當然是比較寡 因為有時候蛋也未必消化得好 有時候會很硬 所以我們第二樣呢 牛肉 牛扒 牛扒 但牛扒有沒有分別部位 或者哪些才特別好吃? 牛腩可以嗎? 牛腩可以嗎? 但我們第一樣推薦 一定是西冷牛扒 然後就是這個 Rip Ice 通常最容易找到的 例如你去跑王之王 去花園餐廳 然後你跟他講話 什麼要跑 西冷牛扒 最少脂肪 也是你最平常可以吃得到的 至於生同熟 你自己喜歡吧 你喜歡生同熟 吃點好點 不熟不吃吧 然後第三樣東西 當然是雞 雞窩出來的蛋 有蛋白質 雞沒有蛋白質 大家通常在想 馬上想到的是什麼呢? 白切雞 即是普通的 第一樣東西 通常想到 第一樣東西是雞胸 雞胸當然是多蛋白質 但是 我們不會主張 跟別人吃得那麼多蛋白質 吃那麼多雞胸 白質雞胸很難吃 某時候也試過 所以 雞胸你喜歡吃可以 但是當然可以加些調味料 天然的調味料 例如 鹽 胡椒粉 蘑菇 加醬 蘑菇 還有 蘑菇 還有 蔬 香草 香草 對 天然的調味料 可以加的 不會太難吃 可以煎 當然是小油 可以 煎 我不太喜歡 因為實在太難吃 蒸 或者可以用它焗 當然你自己選 你最喜歡那樣 不像煎炸煮蚊燉很肥 但是你想想你自己去KKC 吃炸雞的油都在 所以你自己做的都一定健康 除了普通家禽的雞 還有其他雞也有很多普通的? 你還會什麼雞? 很大隻的火雞 火雞也可以 火雞也不錯 因為火雞的脂肪甚至比雞少 所以如果火雞胸的話也可以 火雞腸、火雞物都可以 火雞好過其他普通雞 但是火雞比較難找 如果市場找多隻火雞 都有點難和價錢比較高 所以正常吃普通雞 但是火雞大隻一點 很難喝 很難喝 好,我們下一個東西 第四 我們吃魚 魚和吞拿魚 大家知道吞拿魚和魚有Omega 3 先撇除不講 三文魚、吞奶魚、Omega3 魚有很多蛋白質 最重要的是一塊魚柳 大概是首長大 我在衛康百街買10-20元 有兩條這麼大的魚柳 差不多40g 20-30-40g的脂肪 在香港計算大概1-2.1g的脂肪 相比起其他好像比較便宜 魚更好吃 你拿去煎或煎 一時就吞了六肚 又清甜 如果不喜歡吃魚柳 如果不喜歡選骨 可以吃紅衫魚 總之在街市買到的魚 海水魚高脂肪還是水魚更多? 由海來的還是河鮮的? 其實都是魚 不過魚有骨的分量不同 所以在一條多骨的魚 例如泥蚪這麼多骨 這麼細條 但是紅衫魚這麼小骨 這麼大條 你要計算它的肉量 才可以計算它的脂肪分量 所以有時候 河鮮或者海鮮 大家的脂肪要差不多 要看它的大細和骨的分量 就可以了 當然你選魚 最方便的快捷 放進去冰鮮 灑完之後就可以了 剛才提到三文魚和吞拿魚 三文魚和吞拿魚 比較有益 為什麼呢? 因為有多些Omega-3 Omega-3有什麼用? Omega-3 降低膽固醇 Omega-3 可以降低膽固醇 第二 可以幫助減肥 因為它是健康的脂肪 健康的脂肪可以幫你減肥 你要記住 但是不好的脂肪 例如牛油 或者花生油 那些一匙很多卡路里 很多反式脂肪 那些就不會幫你減肥 可以幫你增肥 所以 你要知道 Omega-3 是好的脂肪 其他脂肪就千萬不要了 三文魚 因為營養價值相對地高 身處於香港的時間 價值相對地貴 大家去吃三文魚腩 三文魚什麼時候 比較貴一點的時間 我們都不會想選擇這麼貴的去吃 否則吃得多 那你兩樣東西同時夾 有Omega-3 和有脂肪 那兩樣東西合成 那兩個價錢夾起來 相對來說也沒有貴 或者可以選擇魚乾油 魚乾油比較便宜 魚乾油再加魚也不錯 好 第五樣 奶 奶奶 我會瘋了 喝奶 不可以有脂肪 這兩回事 奶和脂肪 就是蛋白粉 奶 兩回事 奶 含有 叫做 Nettles 脂肪 魚糖 魚糖 有些人喝後 會放屁 或者肚子不舒服 因為肚子不舒服 肚子不舒服 那些我不想喝奶 但如果有這些問題 可以選擇去喝脂肪 但普通的脂肪 也是一樣有魚糖 所以你要選擇 那種是ISO尼組的脂肪 比較上乘的脂肪 價錢也比較上乘 當然便宜沒有好 不是真的 不過這東西是真的 你要選擇的就選擇 ISO尼組就不要選擇 但有些人經常說 喝脂肪的脂肪 會有什麼腎石 對腎不好 那怎樣可以解救 那喝上性的脂肪 就可以減低這個問題嗎 上性的脂肪 可以比較好 質素也比較好 而且之前我都跟大家說過 其實腎石這東西 真的不跟蛋白質 而是你吸收太多的蛋白質 而你的腎本身不好的時候 它消化不了 所以它就會生腎石 所以基本上就不跟風天分 只不過有些人覺得 是喝得多蛋白質 那你的腎人不好 那你喝得多什麼 你的什麼不好 你的氣管不好 你吸得太多空氣 你的肺不好 那你生肺腫瘤 難道你說吸得多空氣不好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的事就是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腎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去喝脂肪 你先喝到你的屁股 吃個方皮 那你就要喝一些瘋狀的脂肪 所以你要自己懂得衡量 沒錯 好了 到最後一件事 Nuts 哇好吃 花生好吃 正 好了 花生 還有什麼 杏仁 然後呢 花生果 火 黑桑 然後還有 黑桃 對了 記住 Bin 不是Bin Nuts 千萬不要吃太多 有時候 花生 尤其是花生 花生 會提煉做什麼 花生油 大家都知道花生有肥 所以花生是肥的 那就是不能吃花生 尤其是經過炎焗的 或者經過焗的 總之是經過所有加工的 都是不好的 所以 你就要吃一些原味的 沒有鹽 沒有其他味道的 就這樣吃下去 今天比較健康 但你都不能吃太多 吃多少 4-5粒 其實8粒都可以 哦 沒錯 4-5粒太少了 所以8粒左右 大家就可以了 吃得多 當然會肥 而且 就算蛋白質有幾個營養都好 你記住 1g的protein有4個卡路里 如果你吃了20g的protein 你吃了80個卡路里 總之你身體消耗不到這些卡路里 最後你都會變肥 所以吃得多 就不一定是好 哦 今天就跟大家說了 這麼多 下一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下面留言 還有給個like 然後share給我 其他同學和其他朋友看 那下次再 GFDiscussed 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